兴趣也能搬出一片天 未到高中高二生严瑞君 在美国气球创作大赛 就以作品鳄鱼拿下了 新人掌绿组的冠军跟第三名 而他也表示 从四岁就对气球有着兴趣 又靠着自学 以及加上跟国内外的大师请教 慢慢的来累积功力 不过也经常因为折气球而磨破了手指 但他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未来还会持续沉塞 让台湾再次的站上世界舞台 将气球灌宝再放弃 抓出想要的大小 严瑞君的双手就像是有魔法般 能够快速又准确的 来抓出各种气球的大小角度来做组装 我会透过社交媒体 像国内外大师请教一些 关于气球的技法与他们交流 随着这气球时间越长 你可以去更了解各种气球的使用 以及各种节各种技法的应用 随着时间的累积 在看到作品要构实的时候 就能把它应用进去 这支提灯露起了小火龙 完全没有设计图参考 纯粹靠着他的脑袋 及双手的勾勒而诞生 瑞君四岁起开始玩气球 还为气球的引导导正了说话发音 而自己不断的摸索 加上跟国内外的大师请教 累积了技法 而日前在美国创意气球大赛 更以这一件手拿牙刷的铜区鳄鱼 成功在先人掌律夺得冠军 对军的双手经常因为被气球磨破 但他还是不放弃 从兴趣玩出了一片天 瑞君用世界冠军来向爸妈成功证明 而目前的他还是会科业伪众 也将会继续创作参加比赛 要让世界看见台湾学子的不平凡 这里叫爸台中采访到